这是咱们的好兄弟 雷雷雷雷啊 大家好我是霍哥 今天是2020年6月11日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啊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啊 毕竟他已经牵扯到了一位北京的资深脑炮啊 后来我转念想啊 我只是把客观事实给说出来 不会发表过多的评论啊 也不存在得不得罪人的问题 所以说我还是下定决心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说出来啊 大家自己来做个评判 今天的节目啊 讨论两个视频素材啊 第一个素材是 雷雷王上海和格斗世界的江俊华啊 围在一个北京脑炮身边啊 这个老炮是叫做宝哥啊 他在北京也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人物啊 他们在一起站台啊 他们在一起站台啊说了些话啊 这是第一段视频素材 第二段视频素材呢是徐晓东啊 对这段网上公布出来的啊 这个北京脑炮宝哥支持 雷雷他们啊 这件事情 徐晓东他个人的一个看法啊 我将依次把这两段视频片段啊 放送出来 然后和大家一起啊 边看边说啊 好 首先来看第一段视频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王战海 这个中国太极攻守到第一人 咱可以吹牛逼吧 太极领军人物啊 马云的老师啊 哎呀 这是我大哥 这个是格斗世界的创始人江俊华 江俊华 小江 别别管啥呀 这是咱们的好兄弟 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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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那个那个都认识 网络都认 好 大家看到了 这段视频里面总共出现了四个人啊 其中三个人经常关注武林事件的人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 一个是太极大师啊 王战海啊 你看啊 这个宝哥正在介绍他啊 反而我们最不熟悉的宝哥在介绍啊 这位是格斗世界的这个负责人江俊华啊 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太极大师雷雷了啊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三个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都尊称这位宝哥啊为大哥啊 可见他的地位啊还在这三个人之上 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宝哥的资料啊 发现他确实是京城里面的一号人物 而且啊他还曾经有一段网络视频啊 被公布在网上 这段视频的背景是这样的啊 几个外地的小青莲啊 跑到北京来啊找北京的一个老实生意人来讨账 而且还威胁要把这个老实生意人的女儿给绑架了 这件事情就被北京当地的这个老炮啊 宝哥给制造了 宝哥啊把这几个外地来讨债的小青莲啊 给控制住了并且对他们啊进行了一番教育啊 这几个小青年啊认识到了错误啊 不敢再用这种非法手段 特别是啊 不敢再使用威胁别人女儿这种卑鄙招数来干讨债这种事啊 于是宝哥啊就把他们给放走了啊 大概就这两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宝哥这个人还是比较行侠仗义的啊 还是比较维护公道的一个人啊 在网络中啊宝哥这个人的口碑还不错啊 说他做这件事情是仗义出手啊 宝哥他姓李啊 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在多个领域啊 都有商业运作的一个大老本吧 啊 据称啊 他嫁女的时候宾客阴门啊 世界各地的都有啊 88桌酒席都摆不下了啊 最后很多贵客啊 看着热闹的场面啊 实在挤不进去啊 送了礼品就离开了 这件事呢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宝哥这个人 他不但经济实力比较强 而且他的人脉也非常的广啊 好 我们现在回到视频内容本身来啊 从一开始来看呢 宝哥依次对这三位武宁民宿啊 做个介绍啊 他对王战海和江俊华啊 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介绍 给了他们头衔 比如说啊 太极大师啊 攻守到敌人 还有就是格斗世界的这个 负责人领导人啊 都是战场有加啊 显得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 感觉还是比较重视的吧 宝哥对雷雷的介绍呢 就相对来说 稍微要简略了一点啊 他说雷雷是好兄弟 然后雷雷大家都知道 还是王战海在旁边 呃 补充了一句啊 网络红人啊 可见 宝哥有可能啊 对雷雷并不是太熟 我在这里就大胆的猜测啊 很可能啊 雷雷是通过王战海的关系啊 因为毕竟他们都算是练太极拳的吧 十出同盟啊 可能平时啊 相对说比较有交情 嗯 等于是 应该是王战海跟宝哥的关系更近一点 雷雷呢 是通过王战海的关系啊 啊 搭上了宝哥的这条 嗯 线吧 啊 好 我们看接下来他们又说了什么啊 我也吹个牛逼啊 吹个牛逼 我那咱吹什么呢 讲讲规矩 对 现在最近啊 这个网络网络上 这些这个网络喷子非常那个叫嚣啊 这跟内打 那跟内不服 这个怎么说呢 没必要瞎逼吹牛逼啊 你得首先来讲啊 我的意思啊 首先来讲我 我不吹牛逼啊 我不吹牛逼 这个 在网络上以后你们不要喷这个喷这个 什么这跟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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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内打 又跟内要跟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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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首先来讲你们得跌两跌了自己 多少钱一斤啊 你把四无空都能打死 我都信 但 首先来讲真的 你要想进入我们有一个圈啊 我们有一个圈 什么圈啊 叫格斗世界 这是创始人 创始人 啊 江俊华 格斗世界 你要进入我们这圈啊 不但你要会打 你还得有啊 经济实力 你要跟伊隆打没问题 下个月我们江总安排伊隆 给我们群里边那个那个选舞啊 在武汉要举行一场比赛啊 你得盯着盯着自己做的钱 别一天到晚之后 我又打伊隆啊 又打这个又打这个 你打谁 你打孙悟空 我都相信 但是你没钱 就俩字歇逼就完了 好吧 啊 我呀 我说的话不好听 大家可能接受不了 真理 大家可能接受不了 别这么叫嚣 打什么呀打 是不是 讲两句 宝哥是大哥啊 讲的都是真理 想要打谁都可以 就看你有没有的实力 这个实力有多种含义 不是说你只能打 能打 只是实力的一种 但是后面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啊 还有很多 那个人说 说就不管 以后你要你们你们要想进入 要想在中国出名 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圈 格斗世界有一圈 你你你告诉 都谁在咱们圈里头 这些有名的 宝哥在里面 不不不不 首先那个 那个王老师在 王老师在 雷雷也在 那个伊隆 还 UCP 女将都有谁 女将 王可涵 王学 江文艺 都在里面 还有 反正 反正 基本上那个 中国这个 国族圈 军圈 这里有些人都在 那个这个 这个国族世界的军圈里面 要想出来了 没问题 啊 把钱准备好了 把钱准备好了 你你你打死别 都没关系 我都谢 你把所有工都吓死 我都谢 但是你得有这个 经济生理啊 别了 好 这段对话呢 嗯 传达的信息啊 非常的丰富啊 啊 表面上看起来呢 好像是宝哥在说啊 嗯 就是你想跟啊 格斗世界里面的这些名人啊 比如说什么雷雷啊 什么王正海啊 或者伊隆 或者说是其他人 你想来挑战这些格斗世界的名人的话 你必须要有经济实力来给钱啊 啊 好像他们在说这个事情啊 啊 实际上呢 这里面传达啊 非常委婉的传达了 另一层的意思啊 关于这层意思是什么呢 嗯 我按照我的理解呢 嗯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啊 希望大家能够也多看两遍 也就清楚啊 他们究竟传达的是个什么意思啊 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啊 所以说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徐晓东 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啊 东哥 你的看法 说东哥 你这听说这个是北京的一大老炮啊 没错 啊 我就纳闷 我说这个宝哥怎么 跟这帮人混到一块 事情是这样的 宝哥呢 有一兄弟 认识呢 这个江俊华啊 啊 那个 那江俊华 也通过人认识了这位北京的大侠 宝哥 出完这事儿 所有的人认为 这个北京的大哥 为王湛海 为骗子雷雷站台 我徐晓东第一次站出来 我找到了这位宝大哥 宝哥 在北京城也有一号 我就告诉大家 我实话实说 我说宝哥 我微信他 我们都很尊敬您 北京有一炮 您去年也发生了一件事 不管这事儿好坏 我们也觉得您挺爷们儿 但是这次 你帮着雷雷这样的骗子站台 王湛海这样的骗子站台 我徐晓东不乐意 这是第一 第二 北京的老炮们会不答应 北京的那些 有头有脸的人们 对您怎么想 我对您很失望 您有可能被江俊华这样的人 给忽悠了 当然 徐晓东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 远远不止这一点啊 我将把他的视频原文链接啊 放在我的这个节目的下方的简介里面 希望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 徐晓东的大概意思就是 宝哥可能是被啊 王湛海雷雷之流啊 给骗了啊 受了蒙骗啊 出来为他们站台啊 啊 等于是掉进了他们的坑里啊 这是 徐晓东个人的看法 我对徐晓东的个人看法 我也不发表意见啊 好 我就已经把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个素材 已经罗列完毕了啊 最后我自己来个最最简要的总结吧 本节目呢 主要是讨论雷雷与徐晓东之间的事情 那么王上海和江俊华啊 就不提了 就光说雷雷与徐晓东啊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 雷雷个人感觉啊 他好像是 有点 一直在寻找某种方式啊 回避徐晓东的意思啊 因为徐晓东啊 一直都还想跟雷雷来一场啊 然后徐晓东他可能就早逗了 这样一种方法啊 当然都是我的猜测啊 通过王战军的关系啊 在联系上呢 宝哥啊 以宝哥来为他们站台 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 就是 不再与徐晓东进行二番战的目的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比较简略的 一个粗浅的一个 不成熟的一个猜测啊 当然了 嗯 也可能有 王战海与雷雷联手 向徐晓东叫板的这个可能性啊 好 就这样啊 再见吧啊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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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